二二八四天連假 來台南開車恐怕都是這樣 馬路上每個空間都被車塞滿 還有機車軟鑽 國外有份最新調查 說台南市是全台灣最塞的城市 真是這樣嗎 塞車 塞車 可能會喔 會吧 你會覺得會 地上中不會耶 平日還好 對 家日人比較多 還好吧 沒有塞車 塞車全國第一 台南市民好驚訝 但這份有國外 為新導航公司做的排名 全世界最會塞車的城市 台南排第九 高雄市也入榜排二十名 台北市排二十四 台南竟然是台灣最塞 還點出去年最塞的路段 是北門路一段二段民族路 在台南火車站周遭 確實車流多 但台南市府質疑 取樣有問題 基本上它不是一個實際的調查 它可能是透過 使用它的系統的一個客戶 但是這樣的一個樣本選取 基本上就會有所偏差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是 古都所以它的很多的 那個縣道它都是舊的 古蹟老城道路狹窄 但老城可不止台灣有 歐洲各國古蹟更多 但像德國捷克的舊城區 就明文禁止大型車進入 或限時上下車 反觀台南汽機車 連遊覽車都擠在一起 離城區外圍一點的地方 然後會有固定的 就是上下車的位置 然後會有限時期間上下車 雖然條件多少不同 但地方政府不妨國外取經 找出疏散車流的好方法 畢竟全世界最塞第九 全國第一塞 台南市民不認同 但這樣的排行榜實在不光彩 記者的文章台南報導 記者 李宗盛